结束六天的参访行程 高雄市长韩国瑜一行人 中午从厦门返邸高雄小港机场 他在机场召开记者会时强调 此行所有团员从早忙到晚 虽然很累但却相当值得 六天来不仅天天行程满档 还忙着抢订单交朋友 总算抱回丰硕的成果 韩市长结束六天 港澳深夏参访交流 28号中午返邸高雄 记者会一开口 谈称此行真的不轻松 整人跑了六天 真的是非常辛苦 开玩笑讲 起得比鸡早 跑得比马快 哇 从头忙到尾 这六天我都感觉 好像老了很多 女议员还是很年轻 真的我们办了非常多事情 每天所有的行程 都是从早到晚在跑 不轻松归不轻松 六天下来 韩市长共签下多张 农鱼契约结合作备忘录 总金额高达52亿元 这一次我们市政府的几位局长 还有水团的十位市议员 都非常的辛苦 我觉得这次去外面抢订单 去外面交朋友 要很感谢我们市政府这些局长 还有这些议员 以及农会跟渔会的大家长 我们真的团体啊 大家手连着手心连心啊 咬紧牙根啊 帮农民渔民 还有种花的花农 抢到非常多的订单 记者会上韩市长必谈 2020年的政坛规划 不过一提到卖台说 整个人火气立刻上来 我想我们这个团啊 从第一天到第六天昨天结束 所有的团员都是集体行动 那么这两天我也知道 民进党一直在修理我 批判我 说我们去中联办就是要卖台 高雄市长能卖台吗 第二高雄市长去跟中联办 吃一顿饭带着老婆 带着市府官员 还有十几个高雄市议员陪同 然后这样这种状态之下 吃完饭喝完酒准备卖台了吗 要如何卖 我们只知道卖菜 卖水果 卖鱼而已 我们怎么会卖台呢 我们哪有权利去卖台 这个被无限放大 这个非常无聊 韩市长表示六天来 他全力为农渔民找通路抢订单 所有行程大家都在一起 对于卖台这样的说法 认为是胡说八道 他也强调未来会持续往前冲 不论是双城双港论坛 是不会全力准备 为高雄创造更多机会 港股新闻综合报道 我们下期见 我们下期见 我们下期见